美智庫炒作可用大量导弹艇 针对中国舰艇 美海军开始增产 海上打击战斧导弹 美军还试射了 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 并传出将研究 新型公路机动洲际导弹 美军加大武器装备生产和研发 有何险恶用心 这个概念本身它反映出来 就是说美国海军 包括海岸警卫队 包括美国的海军战队 他们这三方的作战任务 正在发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凝聚 说明它对于大型 海上作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 正在从大洋决战 这个思路出发 对其他国家航空编队进行高效遏制 乌克兰参加北约海上威风23联合演习 俄军猎装可猎杀无人机的米28直升机 波兰向美国采购可搭载核武器的 F-15EX战机 所以这次海上连演 只个开头是个重要信号 标志乌克兰海军在西方 美国的支持下 很有可能以新的姿态复活 就得也是突破了现在的常规的作战能力的边界 更进步地向核武器拓展 让这几个层面的考虑 使得波兰当下 它上市非常愿意采购这些装备的 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大规模军演 美国还可能向乌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俄曾警告称美一旦提供远程导弹 将被视作越过红线 成为直接冲突方 美俄决力升级 俄罗斯还有哪些反制措施 防务新观察 特邀军事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浩毅 近日 美国一家智库炒作称 美海岸警卫队一名高官 敦促美海军采购大量导弹快艇 并妄称在所谓战时 可针对中国舰艇 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 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美国某智库近日刊发文章称 在本月举行的 美国海军研究学会会议上 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指挥官 史蒂夫·赫尔斯 敦促美国海军采购大量 由哨兵级快速响应巡逻艇 改装而成的导弹快艇 文章宣称 这种导弹快艇可混进于 西太平洋海域的大量商船中 在所谓战时增大中国海军 对其识别的难度 并利用艇上搭载的 NSM反舰导弹 将中国舰艇 封堵在所谓第一导链以内 另据美媒7号报道 美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 日前向雷神技术公司 订购一批 海上打击战斧导弹的导引头 合同总价值1.243亿美元 报道称 这一装置 为从潜艇和水面舰艇发射的 海上打击战斧导弹 提供中段及末段导引 使其能够攻击对方水面舰艇 而据美国动力网站报道 美防长办公室证实 原定于6号 在卡拉维纳尔角太空军基地 进行的暗英高超音速导弹 试射因故取消 报道炒作称 暗英高超音速导弹 着眼于将中国 在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目标 置于打击范围之中 同时美媒还报道称 美国军方6号凌晨 在加利福尼亚泛登堡太空军基地 试射了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 此外 据外媒报道 根据美国2024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 指示国防部采取一些 相对低成本的措施 支撑美国的威慑态势 其中包括研究哨兵 新型洲际导弹 公路机动的可行性 美智库炒作用大量导弹快艇 针对中国舰艇有何险恶用心 美军研究公路机动 洲际导弹是何企图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二位 首先请教李女士 我们注意到美智库 此时炒作鼓噪 美海军大量采购导弹快艇 针对中国舰艇 那到底有何险恶用心 我想这是一个理论概念 到实践的一个转变 就是能不能把目前 海岸警卫队已经装备的 而且被证明有效的 这样一型装备 把它改装为 具备更大的杀伤力 而且更强反舰能力的 这样一个武器 装备给美国海军使用 所以我觉得 这个概念本身 它反映出来 就是说美国海军 包括海岸警卫队 包括美国的海军战队 他们这三方的作战任务 正在发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凝聚 这是过去很长时间 我们说没有看到的 所以这次呢 为什么要用哨兵级来改呢 因为它首先呢 它在美国海警卫队 现有的框架下呢 它一定有58艘 那么这样一个大数量的 这种批量的这种导弹巡逻艇 如果说呢 它做改装的话呢 它有几个好处 首先呢 就是它的速度很快 它能够达到28节的速度 而且呢 同时它的吃水是比较浅的 能够在6米水深当中航行 我们知道这个 对于它的作战任务来讲 当然有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可以在滨海区 高强度的占一个一线 担任快速的持缘任务 那么这个它上是很多的 大型水面舰不能完成的 而第三方面呢 就是说它上面呢 它可以搭载 美国从挪威采购的 那个最新的 那个企鹅的反舰导弹 它一枚的重量是410公斤 而且它有一个 120毫米的高爆战斗布 那么它虽然速度没有那么快 它打击的时候 能够对大型水面舰形成重创 而它自身呢 可以用巡逻艇的方式去携带 所以我觉得 它未来实际上考虑的 这个构想的实际上就是 一旦大国之间出现了冲突 当然需要大舰 比如说航母编队 两栖攻击舰集群 但是呢 它也需要小型的 快速反应的巡逻艇 它们是可以在作战的一些缝隙 大型水面舰到不了的区域 它可以快速地抵达 同时呢 因为它有自身的强大的火力 它又可以完成大型水面舰 完成的这个打击任务 所以它是在一些局部 一些需要快速反应的区域 担任高敏感度的 高度重要的这个反舰任务的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美海军开始增产 海上打击战斧导弹 那您如何看待 美海军的这一变化 这和它美军研制高超音速导弹 不顺是否有关呢 战斧的反舰版本 不是一个新型号 冷战期间战斧 是个大家族 有二多个型号 海军分别发展了两种 对航母作战的反舰导弹 但后来全部夭折 因为它认为自己天下第一 根本用不到 550公里射程的战斧导弹 去攻击苏联海军舰队 那现在重新把战斧导弹 纳入反舰的作战序列 说明它对于大型海上作战 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 正在从大洋决战 这个思路出发 对其他国家航母舰队 进行高效遏制 在目前来看 总体水平与冷战期间 苏联时代的反舰体系 都很落后 因为戈尔什科夫元帅 这样讲 对付美国航母编队 只有一个手段 超音速保护攻击 但现在战斧导弹 最大速度是0.72马赫 根本就达不到超音速 所以从整个突防能力 打击效果去分析 现在严重落后 所以这枚导弹 大概只个过渡产品 另外美国目前超高声速的 这种反舰武器装备 也在研制 如果今后能够反舰作战的 超音速导弹问世 它对于航母编队的打击效果 打击能力也会成倍提升 所以美国目前最保守的方式 用一种成熟导弹 加装反舰弹头 对目标发动打击 这样在海上 大编队的遏制能力上 会有所提升 但很显然这块补定 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远程作战行动中 突破对方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所以下一步 美国还在把自己的超高声速导弹 反舰能力当成重点 所以总的判断 美国目前通过亚一速的 战斧5A系列的反舰导弹 实际上它指替代产品 下一步具备隐身能力 和高速打击能力的反舰导弹 是发展重点 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美军将在下一个财年 研究哨兵新型洲际导弹 公路机动的可行性 那我们知道美国曾在冷战时期 研制诸如公路机动导弹 但是因为苏联解体的没有装备 那为何此时美国又要炒冷饭呢 首先它是没有心饭可吃 像哨兵弹目前的 这个试射计划一再延迟 像这个载入工具 发动机很多方面 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再加上投资强度不够 所以从民兵到哨兵的转型 面临很多迫折 它不光是技术问题 还有资金投入问题 所以第一点呢 对于公路机动型导弹的发展 有比较大的阻碍 那第二呢 它认为这种型号的导弹 在未来的核冲突中 生存概率太低 按照美国人统计 陆基导弹在大范围作战行动中 它的生存概率和打击能力 只有8%到10 跟海空相比 有着很大的这个下滑 所以从成本和效益来看呢 它认为无论是井机 陆机 它在核反击作战行动中 应有的效果无法发挥 另外美国最大的优势 在于海空 它认为凭借目前战略导弹 核天艇加三叉戟二第五物导弹 以及空射的各种核武器 它可以获得重大优势 这个状态下 它认为其他大国 如果和自己比海空 根本就不值一提 另外像英国 法国 已经把陆基全部淘汰 而且只保留了海基空机 所以今后在美国三维一体的 核打击这个研制过程中 陆上一级明显相对较弱 如果把自己的优势海空 发挥到很高的状态 它同样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优势 而且从国防投入 和打击效果这个比值去分析 它认为这项投资 是美国战略核打击 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投资 此外 北约举行海上威风联合演习 乌克兰参与其中 防务新观察 我们稍后继续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9月9号报道 乌克兰参加11号至15号 在黑海河多脑河三角洲 举行的海上威风23 海军联合演习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美国 法国 英国 土耳其等国的 军事人员参演 报道称 此次演习旨在加强演习国 在处理爆炸装置 特别是在漂浮水雷领域的行动 和战术合作 另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7号报道 俄空天军内列装了 可以猎杀无人机的直升机 多支装备米28直升机的新部队 已同时部署于多个地区 飞行员经特殊训练 可在任何天气条件下 昼夜对无人机实施拦截 此外 据美国动力网站报道 美国波音公司7号表示 将向波兰出售F-15EX-2战机 具体数量尚不清楚 报道称 如果波兰加入北约核共享机制 可携带核武器的F-15EX战机 将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同时 波音公司在宣布这一消息时 还特别提到 该型战机可携带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 乌克兰参与北约海上威风联合演习 传递什么信号 可列莎无人机的米尔巴直升机 列装俄军会对战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那首先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乌克兰为何此时 要参加北约组织的海上威风联合演习 并且演练水雷战术科目 这种所谓的信号 大概是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去参加海上联合军演 说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资源 正在发生变化 要把支持乌克兰建立新海军 当成重点 您现在提供了一些新型的 像无人艇 反舰导弹和其他的设施 他认为还不够 如果下一步按照美国北约的 这种建设模式 打造一支西方版本的乌克兰海军 这大概是重点 所以这次海上联演 只个开头是个重要信号 标志乌克兰海军 在西方美国的支持下 很有可能以新的姿态复活 完全脱离苏俄海战模式 形成新的打击能力 第二很显然是要开通良道 因为这次在演练过程中 它的射击浮雷 包括对爆炸障碍物的 一些排除工作是重点 因为在俄冲突过程中 在黑海有很多雷 这样的大型的货船运粮 包括其他的物资运输 会面临严重影响 如果北约国家借助宣告海域 像乌克兰大量运送平庸弹 包括陆军战略导弹 它需要海运 这个状态下 海上通道至关重要 所以能够在沿海地区 对爆炸物 产物 进行高效清除 既可以打通良道 让乌克兰的粮食贸易 有一定的缓解 同时对西方国家 用大型货船运输大宗的弹药 也能够产生大的帮助 所以这次所谓的演练行动 这个两个信号非常明确 也标志着今后 西方国家与乌克兰的合作 将会从陆上转到海上 从强化空军陆军作战能力 到弥补海军作战能力 这个转型非常重要 请教林女士 我们看到俄空天军内 列装了可以猎杀 无人机的直升机 多支装备米-28直升机的新部队 已同时部署在多个地区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针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频繁进攻 俄罗斯开始寻找新的应对办法 是的 我觉得这是他必须 首先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 原来是在于现在 无论是无人机 无人艇 将来的攻击规模 只会越来越大 持续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它会对俄方的整个的战场态势 构成极大的一个挑战和威胁 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 就是从这段时间 俄方这个应对来看 我是觉得它还是出现了 一个比较大的亮点 就是用它的空天军的航空兵 我们看到包括在9月10号 比如说打掉的那三艘小艇 上都是用的是航空兵的 这样一个打击方式 它的好处就是起飞以后 它速度很快 就是你哪怕比如说 对方无人艇已经驶出了 离它这个舍岛附近这个港口 大约较远的这个位置了 但是因为它自身的 强大的反应能力 航空兵可以快速达成 它的作战目的和效果 这是现在我们在 这个黑海上空能看到的 那么现在如果说 无人机来讲 如果说对于莫斯科 包括一些重要的 军事基地的这个周边 它上更多的部署一些航空兵 它并不是太现实 那么有没有可能 就是用这个米28 作为现在一种 特种直升机的使用方式 就是因为它武装直升机 起降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同时它可以达成 一个更广域的配置 那么在一些核心的要地 迅速可以形成一个部署 我觉得首先它的效果 是立竿见影的 那么第二个层面 就是它的飞行高度和速度 相对于无人机来讲 它是有很大优势的 因为现在通常 你看一下乌克兰它个型无人机 它上飞行速度 是每小时200公里以内 而对于目前的 武装直升机来讲 它上是完全可以驾驭 这样一个速度的 同时它有高度优势 那么再加上米28 我们知道它前身上 就是米24嘛 米24作为强大的火力配备 在过去阿富汗战场 是反复被检验过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在对抗无人机方面 我觉得它这个对抗强度是小的 就是只要我发现你 我只要赶到相关的区域 来对你进行打击就行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显然武装直升机 它是具备这样的一个优势的 那继续请教林女士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宣布 将向波兰出售 可以搭载核武器的 F-15EX战机 那这一动作再向外界 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我想这个彰显了 美国对于波兰 这个强力的支持 而且也证明 波兰目前不仅是打造 它这个超一流的地面部队 当然也打造 它的空中的强势的作战力量 那么它到底突破 这样一个边界 它在做什么 我觉得它就是把自己 打造成为美国整个 在北约东线的 它的一个尖刀 所以现在它本身这个意图 我觉得是很清楚的 同时从F-15EX来讲 它是有最新的相控能力达 就ASE 同时它还包括 现在它有一定的隐身能力 因为从当时推出 这款机型来讲 它就是作为F-35之前 的一个替代型号 就是你可能拿不到F-35之前 我先给你部分隐身 实现它的强大的能力 而且F-15它相对于 F-35来讲 我们知道它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自身的 空中的这样一个载弹量 是相当高的 这也是这么多年 它为什么消亡很多国家 这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现在它拿到以后 对于波兰来讲 它一个是强化 它的空中打击力量 另外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更加敏感的 一个想法 就是能不能在将来 美国再扩大 整个在欧洲的核共详方面 它可以作为载机来使用 因为现在 特别是B61-12 从目前来看 美国在整个欧洲地区 部署的这个国家商 只有几个 你包括像比利时 包括荷兰 土耳其 德国 就等等 那么如果说这些国家 现在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有没有可能 进步地放开 比如说像波兰 实际上现在我看到 还有最新的消息 就是美国要不要准备 像英国也部署 这种战术后期 那么现在如果说 把这个战术后期 要拓展部署到 更多的北约国家 那么波兰 能不能借当下的这个调整 拿到目前在波兰境内 部署战术后期的权利 同时搭载 如果未来一旦有了F-15EX 那么它也会成为 整个在北约框架下 能够实施和共享计划的一员 这个对于它的 整个能力的提升 我们说那又不一样 就等于是突破了 现在的常规的 作战能力的边界 更进步地向核武器拓展 实际上这几个层面的考虑 使得波兰当下 它实际是非常愿意 采购这些装备的 据美媒披露称 美国可能向乌克兰 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我们来看短片 据美媒近日报道 美国可能向乌克兰 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此前美国也曾考虑 向乌克兰提供这一导弹系统 但是迟迟没有得到批准 报道称 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可达300千米 可从海瓦斯火箭炮系统发射 俄罗斯方面曾警告称 如果美国决定向乌克兰 提供远程导弹 将被视作越过红线成为直接冲突方 俄罗斯将采取一切手段 保留捍卫领土的权利 9月9号 北约发布公告称 自当天起在波罗的海 举行为期两周的 年度北方海岸海军演习 此次军演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 约30艘军舰和3200名人员参加 演习的主要区域 为爱沙尼亚和拉脱贝亚海岸附近 公告称 北方海岸联合军演 是欧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之一 今年的演习首次将重点放在 高端战争和北约盟国的集体防御上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 北约海军将进行两栖作战 防空 海对陆打击 以及确保海上航线安全等行动的演习 另据芬兰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 芬兰继续与美国就防务合作协议进行谈判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当天证实 美国空军将开始使用 位于芬兰拉普兰的罗瓦涅米机场 芬兰的首批F35战机 也将在适当的时候进驻拉普兰空军基地 美国是否真有可能 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 北约在俄罗斯周边举行大规模军演 会否招致俄罗斯反制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接下来请教林女士 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传出 美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那这是不是美方在试探俄罗斯的反应 我想一个是试探 另外一个实际上也是在预热 就是从整个开战以后 美国一系列队伍军援的套路 我们会发现它就是切香肠 就是我一步切到位 可能非常刺激 非常敏感 那么我就慢慢切 就是缓慢地 以一个非常小的 一步一步的渐进型的方式 逼近我最终能标 最终达成 我对这样一个非常敏感性的 极具精通性的装备的交付 这是美国目前非常清晰的一个路子 而且从如果说真的陆军战术导弹 能够交付以后 那么它当然形成战斗力比现在 美国所承诺的所有的武器 它都会更快 因为F-16按照现在的 整个的这样一个路线来看 那么可能要到明年的元月份了 如果AM-120交付以后 形成战斗力 那么什么时候能打出去这么一弹 它上也是个位置数 但是如果说陆军战术导弹 一旦交付立刻就可以使用 而且它和现在美国相对于过去 挺伟无可爱的海马斯相比 它的射程可以说达到了四倍 那么这样的话很多的地域都成了 乌方可以打击的重点 再结合我们现在说到的无人机 无人艇 再加上这个300公里的 陆军战术导弹的打击 而且它是可移动的 就它部署的位置 它不是固定的 我部署完了以后 打完以后 然后我就可以移动这个发射阵位 而且在更广域的方向 在更多的这样一个可能的敏感地带 发起同步的或不同步的打击方式 这个它使得现在乌方的进攻性大大提高 所以我是觉得美方现在实际上是 一再地逾越了这个战争的最初这个边界 那么它使得这个战舰 就走向了一个不可控的境地 所以从目前战场一线来看 我觉得这是美国就是在给俄罗斯 制造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请教林女士 从9号开始在波罗的海 举行为期两周的年度 北方海岸海军演习 那此次演习重点放在了高端战争 和北约盟国的集体防御上 您如何看待北约的这一动作 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演习 置于美国在整个所有俄罗斯周边 进行的演习的一个框架当中去思考 因为现在在整个波罗的海方向 它只是在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的海岸 这个方向大家知道 本身它上和目前俄乌冲突 最近不断地俄罗斯被打击 这个地点是很近的 因为在普斯科夫这个机场 大家知道预期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一个判断 就俄方的判断 就有没有可能 它是从它的周边国家 比如说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境内发射的污轮机 这个方向更近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万一证据属实 那么这个两个国家 会不会遭到俄罗斯的报复 我觉得这首先 这个演习一个非常大的背景 就是它演练的是 未来俄方可能的战争的溢出 所以北约需要演练联合的反应 就是现在所有的演习 它上不是一个单一的 一个例行性演习 它都是着眼的 俄欧冲突的现实的情况 做的这种反应 而且同时我们说 为什么要把它放到统一框架下 我们还会发现在外高加索地区 亚美尼亚正在和美军也经演习 所以这个同步的演习 再加上俄欧冲突 现在这个边界地区 我们知道都是在这个北约东线 所以现在北约东线 我觉得是被美国打造成为 一个铜墙铁壁 就是你整个北约东线 可能现在的兵力密度 是整个他们加入北约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那么这样一个态势 它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美国在趁机 利用这些国家 对于俄罗斯的潜在的 这样一个担心的心理和恐惧的心理 来提高他们这个防御能力 同时还有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就是说 利用现在的俄欧冲突 俄罗斯在整个这个区域 它上没有办法展开 更大的活动的可能性 那么它更多地演练 北约东线国家 它的联合的行动能力 这个都是这个演习 我们看到的非常深层次的层面 那杜先生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空军 还将开始进驻 芬兰的拉普兰空军基地 那这将会对俄罗斯 构成怎样的威慑 这个地位于北极圈内 而且与俄罗斯重要的港口 包括重要作战部队 面前相关联 像地联网涅米 这个拉普兰基地 位置很重要 如果部署了美国的 F3属战斗机 它具备核打击能力 所以对俄罗斯的威胁 将会进一步增加 你从之前距离去分析 它离北方舰队驻地很近 而且距北德文斯克造船场也很近 距北方舰队的主要驻地距离更近 如果采取常规打击核打击 那么它对于俄罗斯北方 作战能力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同时在北极圈内作战 还可以对俄罗斯北极战略 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通过空中打击能力 控制了北方舰队的驻地 包括各种军人设施 北方舰队作战能力 将会大幅地下降 如果采取大规模的远程打击能力 那么今后在北极的控制能力 和打击效果也将会同步提升 所以在拉普兰基地 进驻美国作战飞机 美国想法一刷二鸟 通过威慑前沿的这些中央目标 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削弱 所以这个北阔 它认为效果很明确 那如果通过在北极圈内 强化打击能力 对于北极战略 对北极未来的发展 也有重要作用 所以美国在芬兰北部的部署 今后还会强化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